大家好 我叫沐倩 来自于天津 我毕业于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 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我曾经在天津海河假日酒店实习了半年 担任过前厅部可抚中心的移民接线员 我觉得毕业后就应该多多去接触更多的人 这样才能在中间锻炼自己 所以今天来到《非你莫处》这个舞台 希望找到一份关于公关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沐倩 向可老师好 紧张吗 多少有点 多少有点紧张 就是这个英国桑德兰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合作班学 这是怎么回事 这名字有点长 因为它是 就是我的名 我的学校是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 但是我这个专业是从属于英国桑德兰大学的 所以它就是颁发两个毕业证 两个毕业证 对对对 但是都是学士学位 对对对 新加坡这个学校是个 包括它这个合作办学 其实我对这个学校还真的不是很了解 了解不是很多 不过这种合作办学项目倒是不少 在国内也不少 是 对 其实我想问你一下 为什么不留在国内上这种合作办学项目呢 因为我觉得我想出去闯一闯 这样就是有助于锻炼自己吧 在新加坡待了四年 有没有打工的经历 有 肯定有 比如说 就是餐厅吧 餐厅干嘛 基本上就是服务员 开始就是服务员 所以可见 目前同学没有什么经验 今天要找的也是基层工作 对对对 就是基层 对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希望 刚踏入社会嘛 多多接触一些人 这样有利于今后就是走的道路 地点有没有要求 尽量是天津北京吧 因为我是天津的家 北京天津 对 都可以 对 薪金有没有要求 我希望是三千五 对因为北京的话 就是它还有一个住房啊 就是这种 你听没听过 我们这块有一个老板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住房的事情 其实和我给你多少钱 一点联系都没有 是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就是根据我吧 我觉得也是应该 就是因为老板和我们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老板出就是心心顾 你肯定是需要你干活 其他的东西人家不会考虑 但是对于我本人来说 我也就是各个方面都应该想到 非常好 我喜欢你现在回答问题的这个方法 坦率 有什么想法 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能不能答应是他们的事 答应不了咱可以不去 对 对吧 目前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吗 我觉得还可以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给我吗 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吧 我就是田径队的一员 我大概从事这个体育运动 就是七年的时间 他会是怎样的辛苦呢 就是每天早上要几点钟起床去训练 还是怎样 因为早上要七点半上课嘛 然后所以我们就要六点 就是六点多到学校去训练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还蛮专业的一个 我曾经代表天津市就是参加 代表河西区参加天津市的比赛 然后也拿过就是800米第一名的成绩 新加坡的酒店也是挺好的挺不错的 第二新加坡其实对外国人留学生是非常友好的 它是很鼓励你留下来的 所以为什么没有努力尝试留在新加坡 我也努力尝试过 因为新加坡现在是就是刚刚大选 今年八月份 然后他大选之后 他就是对外国人的这些 就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他希望留下一些高端人才 然后其他希望是在五年之内 就是其他的去除 就是这样 所以虽然想过找工作 但是也并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 对 我想问一个 你觉得是旅游酒店专业 按道理你的职业选择 应该是做服务业或酒店管理专业 为什么你自己的第一印象 就是做公关呢 因为酒店业 它是从这种基层做起 都是从基层做起 我还不如选择一个新的行业 去就是试试自己的能力 那你这四年的书不白读了吗 也不能是白读吧 因为公关来 它也会用到这种服务性的这种东西 因为接待客户嘛 你肯定也是 那你是想说 你不想从基层做起吗 不是 是基层做起 那在哪个行业不从基层做起呢 就是所以我是希望 就是到这种公关类 也是基层的 公关对你来说 目前公关对你来说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我觉得它 描述 描述这工作干嘛 就是接待客户吧 然后多和人大找到 和媒体啊这种 这个和酒店管理 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 能吸引你放弃 我觉得酒店接触的这些人 都是流动性比较大的 对就是不能 你想长时间的接触一个人 对 就是也不是 就是他没有能够一个能力去积累 你有酒店的背景 你可以在酒店的公关部 或销售部啊 你刚才描述的跟酒店部 那个公关部销售部是一样的呀 为什么不呢 这一些就是也考虑过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 更希望部落一个这样的 这样这样 你看啊这样 哎 夫人给你先说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 既然都是从基层做起 酒店业的确很多人都是 全部都基层做起 那不更好吗 大家的起点都一样啊 对 我为什么这么说 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因为我们在座的其中的老板 是酒店业的 我就想接着这个说 徐昭素发酒店 假设今天徐昭说 因为素发酒店 也是一个连锁的酒店 也是国外全资的 这样一个连锁酒店 在这种情况下 请问假设素发酒店 给你提供工作 你愿意做吗 还是你就索性 你就念书给念恶心了 就是酒店行业 肯定就不干 也没有也没有 那我这样来问你 一个一个公司里 比方说莫言那边 公关助理的位子啊 2500一个月给你 徐昭这边 给你一个前庭主管 4000块钱一个月 这两个你选择哪一个 一个2500一个4000 一个是公关2500 一个是酒店的大堂经理 4000两份职业 摆在你面前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实事求是 我觉得我更喜欢公关吧 会选择公关 来12位 第一轮选择 第一印象 你们觉得沐倩应该是去 还是留 选择 通过的状态啊 沐倩 究竟哪个地方取胜 先向大家展示 一会儿我告诉你答案 天生我有才 你觉得公关是干嘛的 接待客户吧 和客户有一个第一时间的沟通 与交流 你说的是前台 客服和前台 对啊 你说接待客户 和客户有第一时间的沟通 和交流 前台 邵方老师 销售也要接待客户 客服吧 销售也要接待客户 它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但是我想反过来问 你有没有特别不想做的 不想做的方向 好 哪些职业不想做 销售做不做 销售不做 不做吗 你自己写了市场营销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有一些改了一些意向 好 销售不做 升哥多久你就改了这么大 小飞同志 市场营销 英文翻译叫marketing 不是sales 不是销售 市场营销是包括在公关 就公关是在市场营销的一部分 哎 穆妍 我想问一个私人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穆倩上来之后 你就一下对他格外的怜爱 然后面对着刀光剑影 然后你自己就冲锋上前线 筑起各种臂膀 就开始打起来 为什么 穆妍没关系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板 也要坦率地承认自己对行政者的喜爱 第一 第一 天津老乡 第二 他跟我一样每天早上跑步 第三 都姓慕 你能不这么无聊吗 不是 你能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 在这样一个整个 大家都在睡懒觉的一个社会 如果有那么几个人 六点钟可以起床 坚持跑步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素质 对职业发展也非常好 哎 穆妍 你怎么在这六点钟起床 哪里起了他六点钟起床啊 他刚刚说过 穆妍你忘了一点啊 穆妍 我现在再多问一下 你现在还六点钟起床跑步吗 现在肯定就是没有 当年这么迟之以恒了 但是 还跑吗 跑 晚上的时候会跑 晚上六点钟 晚上六点钟 穆妍 穆妍 我觉得穆妍就是一个 没有想清楚 到底要干什么 他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你对行业有什么偏好 进入哪个行业 比如说酒店行业 你考虑 酒店 酒店可以考虑 因为 什么行业你考虑 你要排个序的话 哪个行业你最喜欢 不练行业去吗 说实话 不是太 你放心 为什么 当一个人 你放心 当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 你拒绝了他 会让他更喜欢你 你为什么不继 这个会去互联网站呢 互联服务机构 因为我 我觉得不太有能力 去跟人家说 你这顿能不能逞呀 对对对 沐妍老师 你又不做服务 你是做公关啊 做市场啊 做品牌宣传啊 沐妍你刚刚没有听到 他说得很清楚 他需要的新工作 是能够跟高端的人士来接触 你说过高端人士接触吗 沐妍人 人家又拒绝你这个行业怎么了 不是 我们是一个很靠谱的 接触高端人士 不算克服吗 你做公关 接触的都是很好的 时尚媒体啊 是吧 电视台啊 都是高层次的人 看你整个这个状态 其实还是比较被动 和比较谦和的 挺适合一个酒店服务行业的 但是作为公关的话 应该是比较主动啊 热情啊 充满自信那种 所以那么你如果想做公关的话 你觉得自己 有一些什么优势 或者适合的 我觉得 我不重新 你在学校里 有没有办过活动 贴过海报 设计过海报 连贴过海报都算 是吧 设计过海报 文案 海报的文案 再次证明了我说的话 当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 连贴过海报 都是巨大的优点 可恶 也就是说 刚刚我说 你表现出来 是一种被动的状态 但是公关是很主动的 你怎么去适应这个变化 我曾经其实也不是 没在学校里组织过这些 就是 也是算一种零工吧 在新加坡 我发过传单 发过传单 对 我觉得传单这个工作 虽然就是很基层 但是他很锻炼人 是 贴海报是面对墙的 发传单好歹是面对人的 对 对吧 我觉得 其实发传单这个工作 就是我觉得挺难的 你需要就是热脸相迎的 去对待他们 然后可能 还往往热脸贴上 人家冷屁股 对 人家连头都不抬 你会内心受挫感挺大 这锻炼 所以我想给木倩提一个小建议 我觉得你到现在为止 你对于公关 其实是有你自己的一些 玫瑰色的幻想 我想提醒你的就是 每一种工作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工作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第一要从基层做起 第二你会遇到各种麻烦 好 有的时候听人劝吃饱饭 我想要去做那个 但是大家都发现你 不是一个人啊 大家普遍都说 做服务业其实蛮好 蛮有潜力的 也许可以考虑考虑 因为在第二轮的表态之后 主动权将会发生转移 会转移到你手里 你可能要很艰难的做选择 十二位 你们先选 非常好 还是有六位留了下来 来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灭掉 一说木倩学习能力差 最后留下来的两个 一个符合自己的梦想 做公关 一个符合大家的劝告 做服务 多好的选择 目前多聪明的姑娘 多招人喜欢 给你个好建议啊 既然木炎这么呵护你 可让木炎多给包工资 还要工资 好 如果他真想要你 一定得 谢谢大家的建议 加油 努力 谈钱不上感情 是这样的 那个因为你有实习的经验嘛 所以比那个英界毕业生 我认为稍微好一点 然后 木炎 咱们现在是在谈前 你不用羞涩 你怎么突然羞涩起来了呢 木炎 咱们之前 我给他解释一下 我给他解释一下 都是有实习经验的 应届生啊 之前没听见 你把那些当做加分 小飞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不像有些 比如说 卖化妆品的老板啊 他是随意 漫天就给价 我是严格按照我们 HR给我的 这个薪酬标准 来给你的 所以呢 你的薪水是3000一个月 但是你做活动 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的活动 有的时候会带来品牌赞助 或者是企业合作 那这个时候呢 他有额外的收入 这个收入呢 你是有10%的提成 我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一个 很好的这样一个培训体系 来给你提高 你有这个国外的 这样的一个学历的背景的话 我们从3500开始 其实我也不想再讲太多的 这个关于钱方面的事 我觉得你应该更注重 怎么样能够再得到一个 好的培训 得到提高 但是你听啊 一个老板说好培训 那你就问他 你能不能保证 一个星期 只够我安排四天半的工作 另外半天 你给我培训的费用 还有培训的内容 这个完全不合理 我们的培训体系 是全球的这样一个统一的 并且我们这个 温多姆这个酒店集团 苏巴这个酒店集团 是有几十年的历史 我们这个培训的话 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我们不用 不用说大家都不上班 保证多少小时培训 每个星期 保证多少小时培训 你们俩 哎 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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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话筒 把您的脸从红色 慢慢地养成正常色 再说话 好 目前 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 百合网 苏巴酒店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他们其中的 哪位 或者选择跟他们说 谢谢 再见 我认识到苏巴酒店 谢谢